明星故事會 評論有紅包哦 明星故事會講述明星的傳奇故事 咱們接著說張國榮 那麼在張國榮短短的46歲生涯當中 他先是唱歌唱而憂則演 那麼在他唱歌十餘年的歌唱生涯當中 最出名的莫過於早期那個譚章爭霸 譚永林和張國榮兩個人爭霸香港歌壇十多年 在譚章爭霸的過程當中有媒體報導說 兩個人非常的不合 你用你的粉絲來整我 我用我的各種手段 不擇手段去整你 你這個如何陷害我 我如何陷害你 兩個人甚至爭風吃醋霸占香港歌壇十餘年 可是譚章爭霸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態 兩個人真的不合嗎 今天咱們說一說譚章爭霸 譚永林比張國榮大六歲 雖然大六歲 但是他出道的時間可比張國榮早多了 他早先組了一個溫達五虎樂隊 1978年他離開了溫達五虎 單飛出道了 那麼這個時候譚永林已經在樂壇 已經小有名氣 可以說是站穩自己的腳跟本 而張國榮僅僅是1977年參加了一個 亞洲歌歷大賽 而在裡面的名氣並不知道怎麼樣 才正式出的道 那麼他那個時候出道跟人家譚永林比來說 可以說是小屋見大屋了 一個青色的小矛頭跟人家大紅大紫大明星 如何相比呀 可以說剛出道的時候 兩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重量級的 那麼在早期 譚永林從來沒把張國榮放在眼裡 可是當張國榮出了一個唱片 有誰共鳴唱片發布之後 賣得特別好 張國榮那時候才有能力 打破了譚永林一家獨大的這個局面 從那時候開始 張國榮才可以跟譚永林擺一擺手 從這個有誰共鳴 正式進入了譚帳政化的高峰期 也就從這時候開始 兩個人正式進入了一個巔峰時期 哎呀兩個人的粉絲天天打架 我喜歡張國榮 我喜歡譚永林 你拿什麼破明星 我拿什麼 那粉絲打架就跟什麼打架一樣 就現在這個球迷打架一樣 真正吵起來有時候發生肢體衝突 哎呀特別特別亂 這種情況持續了有幾年 1987年 譚永林做了一個宣告說 以後譚永林再也不參與競爭性的獎項 張國榮1989年在這個演唱會 宣布從此退出樂壇 那麼更有戲劇性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就是張國榮退出歌壇的演唱會上 譚永林還親自上台獻一首 叫《一海伏臺》 這首歌其實挺有紀念意義的 就是說茫茫人生一海人生 這個激流勇退該收手時就收手 從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兩個人化敵為友 其實之前兩個人也是一敵一友 並不是完全的敵人 其實一敵一友 在背地裡暗暗較勁 實際上兩個人私交關係還是不錯的 1999年的時候 結果兩個人還合作共同拍了一個MV 叫《幻影物之戀》 當時那個MV後來我看過特別的唯美 挺好看 2013年4月1日張國榮去世之後 有媒體採訪譚永林 譚永林還說 在他去世前幾天 他倆還曾經相約一塊喝了下午茶 聊了很長時間 對他的走自己內心非常的悲痛 我想其實也是的 兩個人有什麼敵啊 兩個人不是什麼敵人 本來就是好朋友 這麼多年的一敵一友 或者是一化敵為友的這種關係之後呢 其實兩個人更比別人更加了解對方 更加惺惺相惜 根本就不是什麼媒體講的 兩個人互相陷害 一直沒有化解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那麼談章爭霸結束之後 香港才正式出了四大天王 那麼我們大家最熟悉的四大天王 可以說是在談章爭霸之後了 可能對於80後來講 更加熟悉的就是四大天王時期了 其實在更早之前談章爭霸這個鄉納哥談也很有意思 明星故事會講述明星的傳奇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